想升级自己的自住房到底是先买房再卖房好 还是先卖房再慢慢卖 这个问题啊 相信大家在换房的时候都是很纠结的 如果先卖了呢 发执是找不到合适的房子 先买再卖呢 又怕卖房再拖它 来不及再交个钱出手 那么今天啊 小语就跟你聊聊 如果我需要卖掉自住房来换房的话 到底应该是先卖房还是先卖房 在上期节目当中啊 我跟您讨论了一下 升级自住房原有的房产到底该不该卖这个话题 很多朋友给我们私信说啊 我们这个建议太有用了 解答了他们很多的困惑 如果你感兴趣 但是还没有看的话 建议呢 也看一下那期内容 好 首先我们来说说啊 先卖房再卖房这个选项 虽然做的这个主要好处呢 就是你买房时候啊 出的这个offer更具有竞争力 您不用把卖房写在合同里 作为买房的条件之一 那么一个没有太多条件限制的出价合同 自然竞争力就非常强 尤其是在现在房市不景气的时候啊 房子可能要花一段时间 才能卖到一个好的价格 即使您的价格呢 比其他买家低一些 但屋主如果急于卖房 他可能更倾向隐身的条件 比较少的offer 因为一旦offer被他接受 这个房屋是必卖的 其次呢 先卖房啊 能够帮助您更加准确的了解 您的预算是多少 卖房后呢 您就确确知道 自己的首付有多少了 再加上银行这个预批的额度 帮助您精心锁定 新一房产的价格区间 那当然先卖后买也有它的缺点啊 那首先啊 有可能会面临迟迟迟找不到 新一房产的风险 其次呢 如果不能无奉险 接两套房产的交个日期 您可能先要找个短期的出租房 去过渡一下 这就需要您搬两次假 尤其是有小朋友的家庭 家里面可能有一半 终于都是他们的 非常非常麻烦啊 那么接下来 咱们说一下另外一个选项 也就是说先买再卖 那么这个好处呢 就是会保证您一直有地方住 在买不到合适的房子之前呢 不用搬家 如果您对于想要置换房产 有严格要求 可能需要花长时间看房 或者不着急马上购买的朋友 这更加合适 其次 在像现在市场回暖的环境下 让您可以卖高买低 利益最大化 但是先买后卖的弊端 就是先卖后买的优点 那就是说 你买房的offer可能缺乏竞争力 同时呢 你也不能很确定 自己房子到底能卖多少钱 所以对于你买房的预算呢 也就没有那么大的把握了 所以总体来讲啊 先卖后买可能是一个更省心的选择 但还要结合着您自己的情况 和打算来去抵抗 如果呢 您不是很确定该怎么样去做 欢迎联系我们 我们可以帮你有一个量体 才艺的这个方案 给你把把关 好 这就是今天我们全部内容 谢谢您收看 那么下次再见啦 我们下次再见啦